也好 欢迎收看11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原民会延续照顾花东地区经济弱势 原住民族长者政策 获得行政院支持投入5700万元经费 预计到112年底要改善700户的用策环境 并且新增协助申请 不用申请人带电修缮经费等便民措施 可以依照不同需求类型和地区提供差异化的补助额度 希望能够更贴心的服务提高长者申请意愿 让政府的美意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族人 原民会主委一将表示 在制定的政策过程当中 特别听取了部落族人的意见 所以可以依不同的需求类型以及地区 提供差异化的补助额度 更换马桶每户最高能够达到5万元 蓝宇箱每户最高补助8万元 增设厕所每户最高补助15万元 蓝宇箱每户最高补助23万元 厕所改善的这个补助措施 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二期 也就是我们前两年办好的 这个厕所改善的部分 新的方案我们推出来 那这个新的方案跟第一期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我们第一期的这个厕所补助呢 呃我们获得补助的这些中低收入负的主人呢 要先垫款把厕所施做好 那后来发现这样的措施 啊其实还是不够便敏 而且还造成他们短期的负担也不好 所以这次新的措施里面呢 我们只要申请核定的主人的厕所改善的这个补助呢 都不用先垫款 只要把核定以后呢 由我们的政府直接把补助款 透过核定的这个加工呢 补助给经费给失作的厂商就可以了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更贴心的服务 会让我们主人的照顾会更贴切 补助项目除了能够将敦式马桶更换为坐式马桶外 也能够将破损老旧不堪使用的坐式马桶 更能增设厕所以及化粪池等扩充补助项目 以满足经济弱势长者多元的需求 部落长者以及文建站理事长都表示 如果能够改善位于设备 也提高了长者在生活环境上的安全 以前我们在上厕所容易跌倒 我们也有发生过长者跌倒的事件 可是经过圆明会补助之后 让我们厕所有防滑的瓷砖 跟坐式的厕所 让长者更无障碍的厕所 让长者能够在炉车在客车中 能够安全的上客 能够平安的回到家里 改善我们的厕所已经改善也很好 也有敦式也有坐式 都有年轻老的都可以使用 所以会比较安全 都非常非常的安全 圆明会主委一将强调 本次的计划除了落实蔡英文总统 重视原住民族健康权益政策主张之外 也加强了花东地区 经济弱势长者的健康照顾 使长者如厕不再跌倒 降低意外发生 提升生活品质 让部落的长者能够安心 安全 有尊严的居住环境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